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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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千山万水 愛過雨雨露風霜 臭冷藏 往短紅塵 古打 彩隨 煙雨 斜陽 夢裡 一家人 何處 卻是 在水 也曾对酒当歌 奈何酒入惆怅 也曾努力奉 奈何寸寸思量 也曾对酒当歌 奈何酒入惆怅 也曾努力奉 奈何寸寸思量 还梦里 家人何处 依然在寻遗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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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如会说话了 这成为我们热烈谈论的话题 而小双还全然不知 虽然她已经嫁为人父 但是感觉上 我仍然把它当作我们的小双 而我们的一切 怎么能不让她分享呢 小双 小双 你还在院子里吗 我告诉你 离开那个镰刀远一点 不要割草了 听到没有 不行啦 这个院子种花花不开 就是杂草长得快 我不割的话 没两天啊 这些杂草 就会把你窗口的阳光给遮住了 你别管我 你写你的稿吧 我不管你 谁管你啊 我在这儿担心你要死 我心跳一直加速呢 我哪里写得下去嘛 好了 好了 我不割了啊 你不要生气嘛 我不割了 你看 我不割了嘛 placucks你 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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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会 小雯 我是诗会 小雯 小雯 我来看你 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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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我刚想打电话叫你们来玩呢 你们就先来了 你少来了啦 你有老公就全忘了我们啦 我是被石灰抓公差 给你送皮箱来的 你衣服我都整理好了 全到里头 真不好意思 应该我自己去收拾的嘛 没关系 我来吧 让我来嘛 小双 你的手 这怎么弄的 受伤怎么不说呢 赶快到屋里止血啊 没关系 没关系啦 乱闻 怎么了 怎么了 小双怎么了 你看 你看嘛 小双流这么多血 吓死人了 你看 小双 我是不是叫你不要割草 我又叫你不要碰着把该死的镰刀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听我的话 对不起嘛 是我错了 都怪我的手笨 你不要生气嘛好不好 不生气啊 我怎么可能不生气呢 你这样不爱护你自己 你根本就是想把我气死 不生气死了 陆有闻 有闻啊 你这就太过分了 小双把手割伤了你不低声下气的陪小新 还在那儿吹胡子瞪眼的发脾气 我发脾气 我当然发脾气了 我是混蛋了 我是猪啊 我头脑有毛病 我是白痴 我就知道埋头写我的文章 我就没看看小双在干什么 好了好了 只是一点小善意嘛 干嘛这么小替她做呢 怪不得我前一分钟眼皮直跳了 胸口这个苦闷气啊 弄得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我就知道一定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果不其然 我真的有点出息没有 有点本事没有 我连个新婚太太我都照顾不好 这就是猪啊 我是白痴啊我 我没事嘛 又没断了指头 只不过是隔过了一点皮 你看你看 师傅现在不是在帮我上药包扎吗 过两天就没事了 好了 去洗稿吧 放心 我没事啊 我这会儿心都快痛死了 我怎么写得下去呢 我告诉你 现在就有人双手捧着诺贝尔奖 到我面前给我 求我 我一个字都写不下去了 好好 不写就不写嘛 那你坐下来陪你弄我聊天 小双 以后你再去碰那些杂草 你就存心跟我过不去啊 月子里面长几根野草有什么关系呢 你偏偏要去惹他们 哎呀 我说呀 就那几根野草 就惹出这么多麻烦来呀 还不如我们两个大男生出去 咔嚓咔嚓几镰刀 就把他们解决掉算了嘛 不行不行 怎么可以让雨龙去割草呢 我说啊 割那些野草 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人家白居易在唐朝就说过了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那不去惹他不就行了吗 好嘛好嘛 我再也不碰他们了 既然有文没有心情写稿 那我们就多坐一会儿 我们一起来聊天 好了 哎 哎 挺享受的吧 哎呀 怎么那么多笔啊 那些原子笔啊 老是漏油 要不然那就写不出来 所以我就先帮他试试看 好用的呢 就放在他手边 免得他写顺手的时候 没有笔用啊 好啊 也来如此啊 哎 哎 哎 误友文 你命真好 有好喝的好吃的 还有好用的呀 哼 死胃 哎 本来就是嘛 哎 哎 近些日子来 你一定是文思泉友吧 听说你在进行长篇小说啊 写得怎么样了 哎 哎 李龙 你这样也得动他的 要不然呢 待会儿他又找不到头了 怎么会找不到头 这不是已经有十几张了吗 我这每一页都只是一个头 这第二张呢 我已经起了十几个头了 我还没决定用哪一个 写小说就是起头难的 头起好了下面就容易了 而且啊 头是最重要的 说得也是啊 这个人没手没脚还可以活 没头就活不成了 哎 怪了 你第一张不是早就写好了吗 怎么 怎么现在还在起第二张的头啊 这个嘛 你和小双啊 都是他害我的 小双 你是怎么害他的啊 机会 你别听他胡说 我才没胡说了 这个写作啊 要全神贯注 要心无二用 要专心一致 可是自从我认识小双以后呢 每天我就为他牵肠挂肚 千方百许地就想要他 弄得我茶也不死饭也不响了 我哪还有精神来写文章呢 现在啊 好不容易把他取来了 看他一举手一投足 那么惹人爱 我的文思又全非了 一心一意啊 就想和他谈天说话呢 就算不谈天说话呢 坐在一起 静静地相对无言也是好的 这种心情 我怎么写得出东西呢 你说 不怪他我怪谁啊 哎呦 太刺激人了 哎 看你们小两口 这么幸福甜蜜的样子 我也忍不住心仰起来了 不来了 我才不要在这儿 让你们看笑话 来 叶文 小双借我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我们到你面去啊 哎 干吗 要你管 哎 先 小双 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哎 我这有好多话要问你呢 来 你先坐下 先告诉我 家里的情形怎么样 住我回家以后 一切都好吧 亏你还会关心 我怎么会不关心呢 我没有一天不想着你们 我怎么会不关心呢 说了你会担心 我爸跟我妈 已经分房了 我爸现在搬在事情房间里 事情就跑来跟我几张床 现在我们全家 每天就看到我爸跟我妈在冷战 难过死我了 不要难过吧 这是个过渡时期 总有一天 情形会好转的 我了解朱伯伯 她是个重感情的人 要不然她也不会回家去了 既然回去了 就证明她的心已经软了 是会 相信我 很快她就会软化的 但愿如此 但愿如此 那么 其他的人呢 还好吧 还有什么其他人啊 诗瑶就诗瑶嘛 诗瑶她好了 她的腿也不紧不 这就是我今天来 要告诉你的事情之一 她复健得很成功 以后大部分的时间 都不需要用手段了 真的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她绝不会认输的 你还不听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 是什么快告诉我 巧柔会说话了 虽然只能说一个单子 可是行健说是一个大突破 以后啊 就会有很好的进步的 诗瑶 还有什么别人更好的消息呢 所以我才急得 跑来告诉你啊 要不然我看你啊 都快与世隔绝了呢 我真该死 才说要去天天 帮巧柔做附件 结果啊这一结婚 就像我忙不完的事情 诗瑶 真谢谢你来告诉我 这些好消息 等再过几天 我稍微有点空闲的时候 我一定会去看巧柔的 诶 别忘了看看我们呢 我们演艺就很想你的哦 我也是 我也是啊 诶 诶 就是这儿 画了一道又深又长的口子 流了好多好多血 哎呀可怜呢 可怜 咱们家小双一向都是娇滴滴的 怎么能干那农人家的活呢 那卢友文在干什么 他 他在写稿啊 他在写稿啊 他在写稿 他居然在写稿 他居然在写稿 那小双怎么弹起来 他还爱交情不是吗 陆又文他本来是不让小双歌草的嘛 是小双他自己偷偷拼命地搁 小双的脾气 我们又不是不知道 您不太信了吗 他刚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啊 他一大早起来 就帮我整理房间 擦地板的内脑是吗 他就是这个样子 总是默默地为别人付出 不管多苦多难多累 他都不在乎 也不跟医生 我真搞不懂 小双只不过是割破了一个手指头 这么点芝麻小事 也值得你们大家这样唉声叹气的 你看人家找了什么好话题 好嘛好嘛 不说就不说嘛 不说下去多说一点 我很想听 好你想听我就告诉你 他们那间屋子是又小又旧 可是屋里却像春天 因为啊 那里装满了友文的热情 跟小双全部的爱心 小双任劳欲悦了 包办家里所有的家务事 他还要把友文照顾的无微不至 每一只人子笔啊 他都要事先试过 还有啊 点心跟热茶也时时刻刻地伺候在旁边 然后啊 他还要到音乐社去交情哎 我想 像小双这么万能的老婆 带达邓找不着吧 是啊 你不要不相信 我一点都没有夸张哦 这些情形啊 是爸爸奶奶 雨农跟我有目共睹的 而且我们四个人 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小双啊 她过得好快活啊 这话是没有错呀 这问题是 这快活不能当饭吃嘛 但愿老天爷能助友文一臂之力 让他早日成功 出人头地 干嘛 友文非要写文章呢 不是有好多别的工作可以做吗 这孩子 我看哪 改天我非得去劝劝看 别那么死心眼的 妈 人各有志嘛 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跟主张 你劝也劝不动的 至于友文成不成功 那只有看她的财她的运跟她的命 而小双既然嫁给了友文 一切就得认命 婚姻本来就这么回事了 再说 刚才施惠不是说 小双过得很快乐 那你们大家还有什么好不放心的呢 贫穷的婚姻并不可悲 精神苦闷的婚姻 才真的可悲 哼 再加上可怕的猜忌恶毒的谎言 那么这样一个婚姻根本就毫无价值 但还必须靠一张废纸维系下去 那还真是天大的悲剧 再随一方做取作之费 小双 这是一张一万块的支票 请你先不要激动 听我慢慢把话说完 小双 小双 这钱是你应得的酬劳 一位乡城商费公司 买下了在水一方的版权 连吃带取一共是一万块钱 我已经尽全力争取了 我没办法使他们出得更高 你应该了解了吧 这是你的钱 或者说 是你母亲留给你的遗产 就请你收下吧 这么说 他应该肯收了吧 应该不会伤他的自尊心吧 希望他不会误会我的意思才好 好 小双 这是一张一万块的支票 直播 也许五万块的支票 都在费文化 和到费文化 把钱到费文化 再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 你少了学了 没有关系 你不要管老师的手 你要专心啊 好 对不起 家长请到外面 张婉娟 你可以下课了 不是应该延长二十分钟吗 我迟到的时间应该 不用读了 她母亲还有事情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张婉娟 你快去啊 妈妈还在等你呢 再见 杜小姐 你在这样尝尝迟到是不行的 人家家长会说话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以后一定会改进 我现在的新家 住得比较偏僻 交通不太方便 所以 总之 以后我会提早出门 绝不会再迟到了 我看 你以后不要把上课的时间 用的买菜 就一定不会迟到 好了好了 没事了 你可以走了 可是我不是还有一堂课吗 开玩笑 你自己要迟到 还要人家学生家长 也都配合你吗 你的时间宝贵 人家的时间就不值钱了吗 我还敢得罪人家吗 我早就请吴小姐代课了 我告诉你 你的迟到的毛病要是不改 你的钟感会越来越少 哼 你怎么办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来做什么 你拿的 你可以马上到银行去兑现 这张支票是极其的 没有划线 你立刻可以拿到一万块的现款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双 在我听到你的生活情形之后 我已经够心疼了 现在又让我目睹刚才的一切 我真后悔 我后悔没能让这张支票的数字再多一些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本来要说的我已经忘了 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要说什么 小双 你瘦了 你脸是好苍白 还有你的手 我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在做 连歌草那么粗重的工作你也要做 我知道你每天要走四十分钟到音乐社上课 因为这中间没有直达的公厕 你要爬长长的台阶 路上你还要买菜购物 中午你还赶回去做饭 我刚才看了你的班表 你交情的终点增加了 你想多段终点费 但是你的时间怎么控制得了 你怎么会不常常迟到 你打听我 你打听我的生活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打听得那么清楚 你到底要做什么呢 不错 我打听你所有的生活细节 因为我关心 因为我情不自禁 总之 我说的都是事实 对吧 这里有一万块钱支票 至少它可以让你偶尔坐坐计程车 不必太辛苦自己 太委屈自己 少交哪堂课也没有关系 我想 我必须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我是抱着坚定的信念 嫁给友文的 从我不认识到结婚 日子虽然不长 但是其中的疯疯云云云无数 而他始终以一颗最真切的心来爱护我 包容我 了解我 在我决定嫁给他的时候 我就暗暗对自己发誓 友文能做到为爱而爱 我最起码 也该做到为被爱而爱 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用我以后所有的生命来陪伴有人 我还会在乎什么呢 友文能热衷于写作 我当然会全心全力支持他 我们深深相信 普天之下 绝无难事 所以我们不怕穷苦 我们乐于过一份刻苦奋斗 相知相守的生活 所以施瑶 你的关心我愿意接受 但是你的施舍我拒绝 你听我把话说清楚 这不是施舍 施瑶 你知不知道 你送这张支票 等于是在嘲笑 轻视 侮辱有文 也等于是在嘲笑 轻视 侮辱我 你这张支票 我是怎么也不会收的 小双 小双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清楚 小双 小双 你不是不知道 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和分念 小双 小双 你想 我会嘲笑你心事里无论你吗 即使对你的卢有文 我就是要再窝囊 再糊涂 再魂球 也不是一个没有风中的这种地步 你难道不了解 你难道不了解 就算我为你轻疼了全身发抖 我也不敢施舍你一毛钱 因为我太了解你的脾气了 那么 这张支票是 是你的钱 香城唱片公司付给你的作曲 作词费 因为他们买下了在水一方的版权 在架上我已经尽力了 现在你懂了吧 这是你的钱 是你母亲留给你的遗产 我不过带回转交而已 在水一方作曲作词费 香城唱片公司 这怎么可能呢 这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你完全没有看到电视上播出这首歌吗 一次都没有 我们根本 我们根本就没有电视 社会怎么都不告诉我呢 莫子 她认为这件事 对你已经不重要了 毫无意义了吧 就像我刚刚一时失去控制 所说的那么一大堆话 对你而言都是不必要的 对你而言 刚刚我看到这里负责人的态度 小张 常年公司对你这种塑星歌曲 很有兴趣 你能不能多做几手 说我一定超过你交情 我怕我没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能力 你百分之百有这个能力 只要你肯去做 或者我会试一试 不过 我刚才实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 我的话说得太重了 我 我 是我昏了头 我该说的不说 不该说的就说了一大堆 你相信吗 我为了跟你送这张支票来 昨天晚上在家里背了一页的台词 结果一看到你什么都忘了 我 我本来想说 什么都别说了 我再说一句话就好 这是弹钢琴的手 不是歌草的手 如果有人不是爱惜他 你也为我 为我这个四瑶大哥 好好爱惜他吧 他 你们退 就会退我的手 这个眼睛 那个眼睛 这个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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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没有诗话的人 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 光是 strengthening 好 又文 我來了 瞧你 用腦過度人都傻了 累了吧 我去幫你弄條熱毛巾來 我不要熱毛巾了 那你要什麼 我就要你 那我要你這樣陪著我就好了 又文 我有件事要跟你說 什麼事 今天 是要到驗室來找我 找你幹嘛 你好好聽我說嘛 說你快說啊 找你幹嘛 好 讓我拿給你看 這什麼 這是 十票 一萬塊 這是 好了我知道 這是另一個紅包對不對 結婚第二天 朱伯伯先送一個紅包來 現在隔一陣子 換施瑤送一個紅包來 下次換誰啊 什麼意思呢 分別來救濟是不是 你怎麼連聽都不聽我說 就發這麼大脾氣呢 我生氣 我為什麼不能發脾氣啊 我知道 朱家裡面怎麼想 他們就怕我把你給吐死 累死了 餓死了 打心眼裡就認為啊 你嫁我根本就是嫁錯人了 又送紅包了 又鬧離婚了 搞得沒有完沒有了 根本不是這樣的 你不要亂冤枉朱家的人 我冤枉朱家的人 小雙 他們這樣做根本是在誤辱我 是我倒霉 是我冤枉啊 沒有錯了 我盧友文身份能力很大 但是我人窮治不窮 別人可以不了解這一點 為什麼連你都不了解呢 你居然還收下這張支票 那你跟別人是一樣的想法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聽我說 那是作曲作辭費 是上邊公司付出來的 根本就不是施瑤的錢 你不要說 我不要聽你說任何一個字 現在人是怎麼回事啊 沒有眼光沒有遠見 尤其沒有耐性 每個人都那麼現實 那麼虛榮 在這種觀念底下 一個人還有自我嗎 還有人格嗎 還有自尊嗎 有文 小雙 我們不能盲從 不能迷失 人活著就是要爭一口氣嘛 我們現在擁有的已經不多了 再把這次傲國給丟了 那我們活著還有什麼意義呢 你懂嗎 你懂嗎 你隨便接受別人的金錢 你就出賣了你的自尊 你不只出賣你的 你連我的自尊一起出賣了 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我不跟你說了 跟你說也沒用 在水一方 作曲作詞費 小雙 小雙 小雙你 你幹嗎 人家要割草了 你還割 你還割 你 你昨天才把手割好 藏一道傷口 你明明知道那個刀具上 割在我的心口上 讓我心痛得要命 你現在還割草 你純心氣我是不是 你這樣也生氣 那樣也生氣 你到底要我怎麼樣 你才不生氣嘛 我看到了 這個是什麼 作詞作曲費嘛 還不過很奇怪 這個作詞作曲 不是薄薄的一張紙嗎 這個歌詞加起來 也不夠兩百字嘛 怎麼會有這麼高的待遇呢 我上次發表一篇 上萬字的小說 不過兩千塊稿費 這麼難 你怎麼還在割啊 我割我的草 你別管我 你既然對娘支票那麼懷疑 明天我到朱家去 把她還給世耀就算了 我不是懷疑 我跟你研究研究啊 怎麼我不懂的事 跟你研究研究也不行啊 我是個靠寫作為生的人 可是現在我發現 連寫作這兩個字 我都懂得太少了 在朱家嘛 我才知道有個李謙 靠編電視劇 也可以賺大錢 我現在又知道 寫歌詞也可以賺錢 所以我覺得 自己實在很無能 我 你到底聽不聽我說話吧 你為什麼非要跟那些野草 作戰到底呢 一哥 我現在看你怎麼哥 你今天怎麼這樣子呢 又不是小孩子 好了好了 別生氣了啊 我是情緒不好 你知道啊 在你回家之前啊 我又收到一份推稿 那篇三種感覺 現在已經如石塵大海了 這篇月光俘虜 現在已經第四次推稿 我看我那篇長篇小說 也不用寫下去 不行 明天我要去找工作 要不然再這樣下去 總有一天我要靠借貸度日 我陸有文真的要被人家看扁 不行 我不再讓別人笑好 我說我陸有文 連老婆都養不起 小叔 我覺悟了 畢竟你才是我的第一生命 寫作 我只能讓她去拍第二 不 不要讓我阻礙你 只要讓我幫助你 照顧你 使你沒有後顧之憂 人家說 一個成功的男人 背後總有一個默默付出的女人 有文 我要做的就是那個女人 你不要去找什麼工作 我們便沒有那麼糟 只要我多交幾個終點的琴 再加上你補習班的終點費 就已經夠應付我們的生活了 不光現在 還有朱伯伯給我們的那個紅包 和這張支票 我們甚至可以說 稍微有點繼續人 所以 你就安心地去寫吧 退考有什麼關係呢 我記得你曾經對我說過 你要一直不停地寫 直到你生命最後的一分一秒 那麼 你就去寫吧 只要你能保持這份痕心和毅力 有 你的才華一定不會被埋沒的 小川 你實在太可愛 太可愛了 我居然會跟你發脾氣 我真該死 我 我 這陣子的天氣 總是這麼陰沉沉 冷嗖嗖的 不見陽光 只見風起雲湧 這屋外的情景 卻也是我們家裡氣氛的寫照 勞給我一種 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 爸 這是您最愛吃的雞丁豌豆 今天下午 我看媽一個人在廚房裡面剝豌豆 我要幫忙她都不肯 她剝了好久呢 這道菜 不帶花了功夫更用了心 爸 您多吃點吧 媽媽 媽 媽 小心啊 別弄傷你自己了 弄傷 我弄傷我自己又怎麼樣 我弄傷我自己 受過別人傷害我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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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壹老� 你這壹老實說小心點 再壹老實說 我弄傷我 媽 她小壹老實說 你要怎麼呀 你想什麼呀 媽 他怎麼不想了 不行 朱子維今天抓著孩子們的面 你非跟我一個交代不可 你每年對我反正點 一句話也不對我說 你還當我這個人存在了 你還當我當人快嗎 我警告你 你馬上給我停止發瘡 我不停止發� 可你之後沒起少被人身亡殘境 可你这种没心上被人生亡殆尽 我怎么才不发疯 不发疯 你还要打你呀 你还要打我呀 你还要打我呀 我什么呀 西北 你 爸 你怎么样不能打妈 不行啊 你给我走开 这种妈你也忽怒她干什么 你疯了你 你 爸 不行啊 绝对不行 你走开 我走一旁 不行啊 绝对不行 你走开 师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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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紧吧 你脸是怎么发白呀 孩子 你可不能昏过去啊 孩子 师娘 你摔到右腿了是不是 很疼吗 你快说话到底怎么样了 妈 妈 把眼上说 妈 我的宝贝孙子 这一跤摔得是真怨望 子哥 你怎么不晓得轻重 要是再伤了她这条腿 你 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师娘 妈对不起你 妈 你这一跤摔得是 你这一跤摔得是 你妈摔的 妈 爸 我们这一家人是怎么了 三十几年来 我们一直是一个最温暖 最幸福的家 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我承认 我自从受伤以后 心里有须须多多的不平衡 或者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都有很多不平衡 现在 让我们把心里的不痛快都忘了吧 忘了吧 否则我们这个家 再也不成为一个家了 哎呀 死养啊 你这些话句句就说进了奶奶的心坎里了 最近 我就常常的自己问自己 我活了这么大半年前 从来都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 为什么到老了 还让我不得爱你呢 看见了吧 我的儿子 我的媳妇 都老不老气了还要闹别扭 你们这些孙子们 又一个个给我出问题 世事不如意不顺遂 这全家由老到小 没有一个不叫我吵醒的 回小庄还说 我会长命百岁子孙满堂呢 我可能 我没这个命 我也没有这个福分 到现在这样看下去 我还不如两眼一闭 两岁一生我走了算了吧 奶奶 我们一家做事情 是我们父母 是我们对不起你了 奶奶 不哭 不哭 奶奶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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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怪我不孝不仁不辞 没有尽到一个贤妻良母的 职责跟奔奔 才会让您这么失望的 可是妈 我已经尽心了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不论是对是错 我可以指天为真 我的出发点 都是为这个家着想的 都是为这个家着想的 我可以指天为真 我为朱家付出了一生的心力 泄泪跟青春 今天却弄得全家失格的局面 看来 我这一生注定是失败 妈 你说一句话 如果您不要我这个媳妇 您就把我从朱家开除了 妈 欣佩啊 瞧你说的是什么傻话呀 我可是老观念的人 当初你踏进朱家的大门 我已经认定 你一辈子都是朱家的人了 妈 爸 请为了我们勉为其难吧 爸 爸 你就算不看在妈的份上 至少也要看在奶奶的份上嘛 爸 然而你忍心 看着我们大家 都伤心难过吗 妈 请你原谅我 我这个一家之主 做得太窝囊了 让全家老老小小都不快了 行了行了 你怎么比我还扑婆妈妈的 好了 你们都给我起来吧 现在 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 如果眼睛里还有我这个老母的话 那 你们就喝了吧 好 事情啊 从你帮我的房间以后 我的狗窝就变成猪窝了 我都受不了了 我看我们还是各归其味 把老爸的什么棉被啊枕头啊 全都搬到房里去 你说这样好不好 好啊 快去啊 走 我们走 哇 我们总算把爸妈送做堆了 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不禁想到 小双跟友文的小家庭当中 是否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呢